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當手中握住粉花 心情却变得荒芜 在发现世上 一切都会变广 当青春剩下日记 五四就要变成白方 不变得只有那首歌 在心中来回的唱 歌手遇到一首好歌 是需要缘分的 就像人和人的相遇 那好的人呢 给我们好的影响 好的歌 也可以给我们成长的养分 跟方向 很多人都说 我的专辑里面呢 有很多的好歌 特别特别是摇签 帮我写的歌词 很贴切我的个性 其实在1988年 我出第一张唱片之前 我是一个从山里 来到城市的女孩 本来我是想嫁给卡车司机的 可是因为考试 考上了台北的学校 所以我就上来念了 东吴大学夜间部的法律系 那时候我的个性是 非常自我而且狂野的 可是后来 腰签发掘到了我 进入唱片圈 我成为一位歌手之后 我的人生开始了一个新的方向 刚出道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我是一个创作民谣歌手 可是我很心虚 我会发抖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的作品不多 而且不成熟 可是姚谦她帮助我 她会帮我修整我的歌词 曾经我写了一首歌 辞取完完整以后 最后只留下一句 是我写的歌词 那个歌词就叫做 时间仍然继续在走 有听过吗 这个是非常少有的 非常珍贵的声音 好吗 再后来这首歌 也成为万芳的第一张 专辑的主打歌 歌词被修整 其实我的心里 还是会有一些受挫的 可是我非常感谢 而且我可以体会到姚谦 她其实是在帮助我走一条 创作的道路 而且经过她修整的歌词 我觉得我的创作呢 变得态度更为明亮 而且生活的视野呢 更加的宽广 对 然后呢 我也慢慢的好像无形当中 进入到她非常正向的歌词里头 慢慢的走出我自己的自信 也开始懂得用音乐 给我自己 还有我的听众朋友 有一些正向的话语跟能量 我还要感谢我的妈妈 因为妈妈呢 给了我一个很爱唱歌的喉咙 而且在我小的时候 她愿意忍受我 在弹吉他的时候 发出来的噪音 说到吉他这个乐器呢 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认识的 那是我念试校的大哥 他带回家里头来的 想起来 这是老天爷送给我最好的一个礼物 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感觉 有一种很强烈想要学会 某种东西的这个念头 所以当时 虽然大哥 他没有空教我 我就自己翻歌本 虽然手还很小 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就把吉他平躺着 然后慢慢地拨弦 慢慢地这样练习 所以在我的成长跟求学过程当中 虽然我很自卑 而且话不多 但是 因为我的唱歌 因为我的弹吉他 让很多的人 很多的同学 愿意靠近我 接近我 疼爱着我 你怕不怕黑 一个人在一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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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处仿佛传来一生 亲切的问候 我张开双眼 然是漆黑一遍 此刻的你在想什么 是过去 是未来 还是好 如何找出 失切的方法 避免那过多的感伤 别让无奈 生不如意 太多 太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怕不怕黑 一个人在黑暗中 你怕不怕黑 你怕不怕黑 一个人在黑暗中 远处仿佛传来一生 亲切的问候 我张开双眼 然是漆黑一遍 此刻的你在想什么 是过去 是未来 还是我 如何找出 世界的方法 避免那过多的感伤 避免那过多的感伤 避免无奈 生不如意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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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不怕黑 一个人在黑暗中 这首你怕不怕黑 十七五十七八十七十八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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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十七十七十七十八十一 这首《你怕不怕黑》 就像漆黑的夜晚 看不到前方 没有答案的一种感伤 每个人都有感伤的事情 可是我们可以藉由正向的观念 让感伤的念头不要继续的蔓延 所以我用弹吉他 我用唱歌 我用创作 让我的心情得以抒发 不让无奈的心情占据我的心房 塞翁施马胭脂飞腑 没错 这是我成为歌手最好的写照了 在1987年 所以我参加这个牧传名歌比赛 初赛就被刷掉了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我被摇签发掘 然后极力地很用力地推荐给唱片公司的贵姐 所以我在1988年发行了我的第一张专辑唱片 他的成绩呢 是所谓的叫好不叫做 我要非常感谢公司对我不灰心 他们还是找了音乐大师 而且也是一位影响我非常深远 对我非常重要的恩师 陈阳老师 来帮我制作第二张专辑 第二张专辑录制到后期 唱片公司就为这个专辑没有主打歌 有一点伤神的时候 姚谦她就建议当时正在帮电影鲁冰花 做电影配乐的陈阳老师 是不是能够把它写的一个童谣 前面再加一些歌词 变成一首完整的歌 所以很快的三十分钟 这首歌就诞生了 很神奇 原来没有的一首歌 原来其实也不是设定 我来唱的一首歌 就这样进入到我的生命 丰富了我的音乐跟人生 这是一首让许多人感动 而且让很多人知道 认识曾淑琴的作品 正因为是所谓的代表作 所以很多的时候 它变成是我告诉我自己 要比别人更加努力的一个动力 所以当我曾经有为 我自己的歌唱要不要继续坚持 有这样的疑虑的时候 我就会想 对 这个世界某个角落 有一个人 他正听着我的歌 得到抚慰 得到温暖 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 我又站起来 我又有力量了 我就把那样的疑虑 把那样的悲观念头 远远地丢开 我永远记得 姚千跟我解释 鲁冰花是从前茶农 他们种在这个茶树行间 等到鲁冰花枯萎之后 释放出来的养分 就被茶树吸收 用这样子来比喻 牺牲奉献的伟大母爱 这样的精神 深深打动了我 所以鲁冰花 它不仅仅是 一本书 一部电影 一种植物 一首歌 它对我而言 更让我学会感恩 还有饮水思源 就像我体会到 其实一个歌手的成功 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他更要感谢的是 为他辛苦 扶持 照顾的 所有的辛苦的工作人员 这些年来 我随时呢 让自己抱着 去感受人性的温暖 而且相信人 有无限的潜能 不忘自菲薄 要知足惜福 这些正向观念 那这些正向观念呢 让我愿意接受 不断不同的尝试 就好像今天我来到这里 因为这样子 我拥有了学习的机会 其实我更加的充实 也让我自己能够 更踏实地走在这个 美好的人生路上 所以只要一个 简单的正向观念 它可能是一句好话 一本书或一首歌 带给我们的正向观念 就让它带领我们走在 对的成长的路上 正向的观念 成就人的一生 我会带着成就 我的鲁冰花 继续温暖地陪伴大家 鲁冰花 见证了我的坚持 还有成长 也实现我不断的梦想 你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鲁冰花 当手中握住墩花 心情却变得荒芜 在发现世上 一切都会变广 当青春剩下日记 无私就要变成白方 我变得只有那首歌 在心中 在心中来回的唱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地上的娃娃像妈妈 天上的眼睛眨呀眨 妈妈的心呀 露明花 家乡的茶 远开门花 妈妈的心跟在天涯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闪闪的泪光 露明花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闪闪的泪光 如冰花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闪闪的泪光 我知道 白夜的星星会唱歌 像家的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像家的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她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合 我知道 我后的情风会唱歌 童年的铲声 她总是跟风 一唱一合 我后的情风会唱歌 一唱一歌 所以你也不想起妈妈的生活 心情却变得荒芜 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广 当青春剩下日间 故事就要变成白方 不变得只有那首歌 在心中来回的唱 在心中的一切都会变成白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